这个女孩天生绝命计 生来就克亲 她的身边不但有神圣凤凰保护 而且神仙也争相与之牵牙生死契约 要和她一起同修来提高修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据传说养五百年前 镇守女蛙宫的第十四代神尊 为了就一条小白蛇而触犯天条 被贬下凡间 一只守护神军的神鸟凤凰也跟着来到了凡间 这个卡哇伊的小老妹名叫静咬 是一名白草生的小郎中 她就想着给神鸟搞点什么 人身灵芝狗尾巴草补补身子 使出吃奶的劲终于爬上了悬崖峭壁 刚瞅见几颗枸杞子准备去摘 哎 一条小白蛇刺溜一下就咬到了静咬的小手 结果她没事 反而小白蛇却隔屁凉凉 这个小老妹难道是恶难毒体 就在这时一阵狂风大作 直接把静咬对下了悬崖掉进水里 突然出现一条大长虫 围着她转了三圈 这个小老妹而体质可甜可咸不简单 一旦和她双修 必将提高修为得到修仙 等静咬醒来以后啊 她就瞅见多了个小哥哥 这个小哥哥站在床头 哦不 船头吹了一首曲子 小妹妹坐船头 哥哥我来浪悠悠 按桥划船不用讲 全靠装啊 这个小哥哥名叫柳如龙 是这一片的神仙 小妮 你伤我的灵宠 偷了我的枸杞子 你说咋办吗 那你说咋个办吗 哎 柳如龙随手一挥 就在静咬体内种了一朵花 然后又拿着静咬的小手 签了一个契约 这个契约就相当于结婚证啊 以后你就是俺的了 一起修炼吧 吓得静咬撒鸭子就跑啊 哎 刚跑到小树林 就被一帮人追杀 这时守护她的神鸟凤凰 及时赶到 为她保驾护航 这群小喽啰武功不咋低 但是好在人多呀 眨眼的功夫 就把静咬给抓走了 柳如龙蜻蜓点水 一把就抱住了静咬 静咬呢还不乐意摔了个屁蹲 那几个黑人没抓住静咬 回去就被琵琶精给吸了 你瞧吸完之后 凝结出的溜溜球 又被神秘的教主给吸了 这边呢 神兽凤凰的涅槃之妻 快要到了 浑身难受啊 柳如龙就劝小小鸟啊 回摇池壁两天吧 反正你也保护不了静咬 神鸟一走这家伙开始调戏静咬了 一把手就抓住了静咬的小手 静咬哪见过这样的霸道总裁呀 嘴上说要解约 心里却很诚实啊 一来二去两人就擦枪走火啊 哦不 他出了爱情的小火花 琵琶精闲着没事 就给他俩创造机会 然后柳如龙英雄就美啊 再来个爱的魔力转圈圈 爱你爱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 总之这个故事情节 那可谓是一波接着一波的高潮啊 这不是一家普通的心愿 虽然表面热闹非凡 但是他们全部都是妖怪所变 你瞧就连这些台观之人 也都是指人所化 那么这些妖怪又是异域何为呢 这天一个大户家的少爷 哭着喊着来到白草圈 让老太君救救他家娘子 静咬那站了出来 你瞧坐着柳如龙的飞机就出发了 小哥哥 你啥段位啊 还可以凌空飞度 人家柳如龙高冷得很呢 压根都不理他 到了地方 柳如龙一瞅可不得了啊 全都是妖魔鬼怪 那个少爷呢 就让他们瞅瞅自己的娘子 原来他娘子被琵琶精给附身了 被柳如龙打跑后 少爷就说 别让跑了呀 咱得抓住他呀 还用你操心吗 必须得抓住他呀 于是呢 柳如龙就让静咬当诱饵 在台上唱了一曲霸王别姬 唯 琵琶精受不了量 唱出什么玩意儿 然后柳如龙和琵琶精就对了起来 你瞧这琵琶精抱着自己的本体弹琵琶 一曲甘肠断 天涯何处密之音 无形之刃 就像柳如龙对了过去 这小子可是逮到机会了呀 抱着静咬开始上蹦吓跳 你瞧把静咬吓得全身直颤抖 再说了 你一个东西成精 能和动物成精相比吗 虽然琵琶精不是对手啊 但是人家会放烟雾弹呢 哎 烟雾过后 静咬不见了 哪去了呢 柳如龙赶紧去找 好巧不巧 大晚上碰见一群送葬的 这也太儿戏了吧 哪有大晚上送葬的 开馆 柳如龙一掌下去 就把这些送葬呢给吓跑了 没想到这些玩意都是指人 从棺材里冒出一个小老妹儿 拔出大宝剑就要戳死柳如龙 你这不是找虐的吗 没想到按那个少爷 蹦打出来挡住了这一剑 娘子快跑 你瞧还挺痴情 被戳死的少爷 原来是个古精啊 不用说柳如龙中了 琵琶精的吊虎离山之计 不过还好了 琵琶精没跑多远 又被柳如龙截糊了 咱比老英雄就美行了 这是一个奇怪的村子 村里面的女孩都长得奇丑无比 每年她们都要给妖君 供奉一个漂亮的新娘 久而久之 这个村也就没有漂亮女孩了 直到女娃后人来到这个村后 才恢复了平静 这天晚上静瑶做了个梦 梦到村子里有人再叫她的名字 而神鸟呢 比关修炼也出来了 于是他们三个就找到了那个村子 而这个村子里面的大姑娘 都戴着面纱 原来呀这里有个妖君 乃是众山神之首 每隔三年 就让村民献上一个漂亮的小老妹 静瑶呢 动了侧隐之心 要替村民们献礼妖君 这个妖君不得了 出场都跟着一头大老虎 不过这个妖君还得挺帅的 尼尔来让哥哥拨一个 咱先喝个浇杯酒 挨完独子了 酒里有蒙汗药 这次那柳如龙来了 结果一个照面被妖君给对趴下了 静瑶看着心疼啊 挨不知道怎么滴啊 静瑶就变身了 而且还是什么女娃的后人 一下子就把妖君给放翻在地 妖君呢痴情地说道 小老妹 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我都找你一千年了 你知不知道尼尔 话没说完 柳如龙就给他来个透心凉 心 得 妖君隔屁凉凉 小哥哥 你吃错了 你怎么把他给捅死了 这时呢 琵琶精又来搞事了 柳如龙中了一记熊黄剑啊 赶紧跑啊 神鸟殿后 他俩牵着小手就开溜 这个女孩本是镇守女妈宫的 第十四代神尊 只因救下一条白蛇 就被罢去官职 贬下凡奸 谁知在人间 他又邂逅了当初救下的白蛇 并且还深深地爱上了他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白蛇不仅在利用他 而且还要取走他的性命 来复活他的爱人 当静瑶回到白草轩 白草轩的小师妹们都隔屁凉凉了 看着满地的师姐师妹们 静瑶那时气不成声啊 他师父呢 就拖着半口气跟他说 瑶瑶啊 那个柳如龙一看都不是好东西 他接近你 就是因为你是绝命纪 能够提升他的修为 你以后可别再跟他拉扯了 说吧 他师父也就隔屁了 在一个倾盆大雨的天气 静瑶把师父师姐们安顿好之后 他并没有像泼妇一样和柳如龙大吵起来 而是用一句说道 龙龙 我求求你把契约毁了吧 今后咱们各走各的 柳如龙呢 也是二话没说 就把契约给毁掉了 契约一毁 从此各走各边 以前的点点滴滴 就在此刻一刀两断 喂 转眼静瑶就被琵琶精给抓进了小黑屋 静瑶瞅见那个娘们就来气啊 上去就想挠花他的脸 结果人家就像推卡拉蛋里一样 就把他给推得站不起来了 你说这你子吧 也是脾气觉得跟头驴一样 颤颤巍微微地爬了起来 上去还想挠人家 人家妖精都得靠脸吃饭的呀 能让你挠吗 琵琶精呢上去就推了一掌 得 这下好了 直接反弹了 就像摔死猪一样 把琵琶精重重地摔在地上 原来是摔小伙龙龙来了 然后呢 柳如龙幻化出大长丑 一路保护着静瑶 就把他给救了出来 琵琶精呢 也是皮操肉厚啊 摔那么狠 他都不嫌疼了 还没等人家叙旧呢 他又跑过来抓人 你瞧几人 乐此不疲的就这样 你追我赶 又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打斗啊 琵琶精眼看城池被掠 败下阵来 哎 他就准备开溜 打斗得正兴奋着呢 那柳如龙说啥也追上去 对回你啊 命运蹉跎 谁又能看破生死呢 哎 当琵琶精回到老窝后啊 大boss二话不说 直接把琵琶精给吸干了 任务都失败多少回了 你说你回来干啥 柳如龙追过来一瞅 啊那个娘类 大boss是他前女友 之前他俩被追杀 后来分头跑 他以为他女朋友隔屁了 谁知道没死呀 这可咋整 前女友就说了 他要抓住静瑶 吸了他的魂魄 重塑肉身 你去把他抓回来吧 面对曾经的爱人和现在的情人 你说咋办吧 就情复燃呗 哎 隔墙有耳 虎花使者凤凰就听到他们的悄悄话啊 然后二人幻化成本体 一只火凤凰 一条大长冲啊 就隔天上使劲的盘可进的墩 反正天上地方大阿可进队 俩货呢 你给我土毒刺扎我 我就给你扇火烧你 隔天上打半天也累了 那就隔地上造一会儿吧 你瞅两个人 所到之处 那必定是冒起狼烟火花不断 只见凤凰拿着铁扇子左须右刺 虚实结合进攻 柳如龙 那是剑招拆招 躲闪挡臂 顺势擒拿手腕啊 然后再跳跃堂 俩人呢来个高难度动作 对没错 180度的托马斯大旋转啊 只听地上就像放小鞭炮一样 又是一阵霹雳啪啦冒起烟火花不断 两人呢功力差不多 再打就没意思了 那就歇歇吧呀 各自摆个造型装装酷 其实啊两人都累了 上气不接下气了 哎 这时静瑶走了过来 他就问凤凰 你天天说爱我 那你咋证明你爱我嘞 我可以为你去死啊 话还没说完 只听到一声啊 得 静瑶就是柳如龙老乡好变的 你瞧痴情的汉子总会被无情抛弃 最后呢柳如龙找到了静瑶 虽然他们都已经解除了契约 但是从静瑶的眼中能够看出 对他的恋恋不舍 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女人刀子嘴豆腐心 这一点还是柳如龙拿捏的到位 但是呢 柳如龙却从背后拔出了小匕首 是捅还是不同啊 咱也不知道啊 你瞧多情的种子 就会被无情的人利用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部长白灵蛇传 是根据银花火树小说 十月胎蛇改编而成的 小说咱没看过 但是这部电影呢 有颜值 有古风 有玄幻 有修仙 有爱情 更有虐情 还有霸道总裁疯狂撩妹的情节啊 总的来说呀 吃完这一片啊 抵好几遍 看完这部电影 相当于看了几部电影 那么问题来了 你认为柳如龙会不会杀掉静谣 喜欢的话 可以点击评论区 制定链接观看整片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不要忘记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